老师就是腰弯得很厉害嘛 然后也主着拐杖 他平时给我们上课的时候 都是弯着腰用拐杖 然后指那个PPT的 挺不容易的 之前的时候也抓到过很多视频 就是说被舆论关注到之后 学校就可以解决 我想是不是我试一下也可以呢 平时我们学生流动量比较大 我们也怕出现一些上下楼梯 这样的一些意外 所以我们通常是说 尽量让老师多走 让学生少流动 不是说学生给我们抛这个难题 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的学生的成长和进步 老师对学生的关爱 学生对老师的这种尊重 这两股暖流碰撞的时候 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 其中有一间教室 实际到了四个学院 另外一节课 动了三个学院的学生 都非常理解 都非常支持 两到三个小时 我们把这个事情就完成了 在96年 我们正如同学期间 那一天刚好就是学生排了一个楼 排到那个大门口来去了 怕拥挤当不上课 我就提前慢慢跑 因为万一坐不了电梯 那我可能不能急速进教室 我也希望我住拐这样一个情形 给学生留下来是一个美好的东西 就向上的一个精神 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应该克服他 老师的责任感 使命感 在教育过程当中是第一位的 因为有了使命感 有了责任感 才能够把知识 把精神价值观传到给学生